好,有个知识点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统一文件服务的一个概念 我们在前两节 费了很大劲 把这个文件上传给做出来 图片上传给做出来 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算一下 我们这个系统已经上线了 上线完之后呢 这个系统有几种情况 比如说像左色我这个图中这样 我们的这个服务可能会部署到多个进程中 这个分进程或者多进程的这个模型呢 我们在课程最后会给大家讲 这儿先给大家简单的这么说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涉及到我们这个统一文件服务的一个知识点的交界 有可能是前很多进程去做我们的这个服务 有可能是这每个进程都是不同的机器 比如说我们系统比较大 然后需要很多机器协同工作 所以说我们的系统是一个机群 比如说需要十台机器 这里面可能有十台机器 如果是我们按照我们现在这个逻辑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按照这个逻辑 把所有的代码都放在这个upload files这个里面来的话 就出现一个问题 比如说如果左侧我们是多机器运行的话 那这个机器之间这个文件同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用户第一次进来之后 修改了用户的基本信息 把这个图片修改完了之后上传上去了 然后正好面读了第一台机器 然后用户过来一会再去访问 访问的时候基本信息的时候 然后正好面读了第二台机器 那这台机器里面又没有第一台机器上传了这个文件 这就会出问题 所以说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 或者说一个比较常用的方式 就是先上的方式 应该是有一个同意的文件服务 比如说我们有文件服务或随便 这个文件服务一般情况下 大公司里面会自己去建设 自己去研发 自己去建设 这建设完之后 会给公司所有的业务 所有的系统来服务 小公司或中小型公司 一般会去买一些 比如说什么云服务 或者说文件服务 你可以去买一些这种云服务和文件服务 当然也有免费的 估计不好用 所以说中小型公司 需要花钱去买一些云服务 因为你自己研发成本很高 大公司就自己研发 这种统一的文件服务 有个什么好处 就是无论你的程序 是分进程 还是说分机器 你只需要每次上传的时候 把这个文件传在这个统一服务 统一服务就会返回你的URL 然后这个文件服务 你不用自己管 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这个UPSHR的File 不应该是我们自己来管 这个文件也不应该是我们自己来存储 万一我们自己丢了 或者说有什么原因被盗了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我们不专业 对吧 你把它交给这个统一的文件服务来管理 他们是最专业的 他们有各种防灾措施 防灾措施防灾链措施等等这些 然后 它对应的这个变化呢 可能就是说 在Control里面 不是有的 有TOS 这里面 我们移动文件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就不是移动文件了 我们获取完文件之后 我们直接拿到这个文件 我们直接拿到这个文件 去调用这个统一的文件服务的这个API 就是调用他们的服务 然后把文件传给他 就这个过程把文件传给他 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URL 这个URL也不用我们自己拼 那他就会给你一个URL 所以说 这个呢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啊 对吧 也不能说 因为没有这个 我们可能就做不了了 虽然没有 但是我们还可以用这种并方法 就是这种单个机器上 我们自己存取文件的方法 去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而且这是一个课程 对吧 课程不过是讲应用 而且我们要学的一些 我们会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文件上传 文件存取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我们直接去用 它的那个服务的话 有些记者我们可能会不知道 对吧 虽然说他们做的比较专业 但是做的专业 你光知道它的一些函数标用 然后具体里面怎么实践的 你不知道 这个也学不到知识 所以说讲课 我们就这么讲啊 讲完课之后 我就跟你说 我们线上应该是这么用 线上应该是这么用 所以说学知识和实践 这个两个模式下 我们分开 线上来用的话 或者说做项目来用的话 还是要书也有关公 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该分的地方就要区分 然后我们学习的时候 我们该学的地方 现在还是去学 所以这个知识点 跟大家讲一下 要不然一旦别人后面问起来 你不知道 对吧 你不知道这个事就很尴尬 你知道的话 那就显得自己的知识面 稍微的广那么一点 对吧 就稍微的宽广一点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带 虚拐个人信息 有了上传接口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 我们这些最麻烦的 就是上传接口 就上传图片这个接口 有了上传图片的这个接口之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会方便很多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的模板里面 修改静平息用的是哪个路由 回顾一下 就算是这个路由 对吧 API 实现就行了 这里面我们已经实现了 注册 有后面是否存在 登录 还有这个 三重环境下的这个删除 实现了这么几个路由 接下来我们就再实现一个 修改个人信息的这么一个路由 这个我们可以用 用的是patch 用的是patch patch和post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patch相比的话 post应该是一个 post 就这个post post是新建的意思 patch是修改的意思 就是更新 patch就是补丁嘛 对吧 就是新更新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规范一些 就用patch 当然也不是说 所有的新建都用post 比如说这个登录 这个就用post 登录这个用post 应该是一个 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 但是按照我们所说的 这个restful API的规范呢 应该是 新建是用post 然后更新呢 是用patch 所以说这个地方 修改个人信息 已经是个更新了 所以说我们就 按了他们的规范 就用patch就好了 change info 好 login check 这个必须有啊 我们这儿就不解释了 就修改个人信息 肯定是要登录的 对吧 还有个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图 校验嘛 校验有登录 还有个什么 还有个格式校验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注册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我们注册的时候 我们用了这个 Uder Validator 这个Uder Validator 传入这个 所以说我们在 修改个人信息的时候 还可以用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注册的时候 我们需要验证一下 用户的这个数据格式 对吧 那修改个人信息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去验证一下 用户的这个数据格式 OK 经过这两个中间之后 我们就可以写我们自己的逻辑 好 这句话比较长 比较长 我们可以把这个 稍微做一下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这个login check 和这个 格式行为的验证 后面就是一个 assign一个函数 就没了 OK 那我们第一步 肯定是要获取参数的 我们参数就是这个地方 nickname ct和picture 好 patch的数据 也能通过ctx dlrequest dlbody来获取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调用什么 调用这个controller 路由嘛 就是直接配发就行了 对吧 路由配发完之后 直接调用controller 去把这个修改的信息 给送到来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打开这个controller 然后user.js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就设定一个 trangerinfo的一个函数 就修改信息 修改基本信息的 这么一个函数 当然它也是一步的 好 这里面修改基本信息 第一个参数需要传入ctx 第二个呢 我们需要传入 三个我们的基本的信息 nickname ctpicture 跟刚才的是一样的 为什么要传入ctx呢 因为我们要改session 修改完基本信息之后 session也要跟它修改 所以说这个地方 是为了改session 然后这儿呢 是为了我们所做的 那个基本信息的修改 修改完之后 传入的一些数据 不要忘了注释 这个地方我们拆开写吧 没多少 对吧 第一个参数是nickname 类型是string 移乘 第二个参数是ct 类型是string 第三个参数 picture 通向 修改个人信息 OK 图示就写完了 好 图示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 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要从 因为修改个人信息嘛 对吧 修改个人信息 你是传入了nickname cty和picture 这几个 那 那你修改的是 到底是谁的个人信息 对吧 你一定有个 有个谈计条件嘛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获取U的link 怎么获取呢 直接从session里获取就行了 那么解构的话 是获取 好 直接通过session里 我们去获取 因为这个用户 肯定是登录的 对吧 登录完之后 它可以修改 自己的个人信息 然后我们再去 做一个判断 就是nickname 如果没有的话 nickname等于 给它复制成 这个 这个逻辑 其实有没有都行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 调用什么呢 调用service 做修改了 OK 我们调用service 做修改 不要忘了把这个函数 给它输出出去 保存 这个时候 我们就在service里面 架 service 增加一个函数 修改机变形式 在我们这个业务里面 叫修改机变形式 对吧 乘质infer 但在service 在这个数据层面 就更下再查这个层面 我们其实 它应该出现 为什么 就是update 优等 就是我们更新优等 好 更新呢 那就需要 传入两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呢 就是要更新的内容 第二个数据呢 就是什么 要更新的条件 根据什么去更新 我们先看第二个数据 它应该是根据 优等内容和password 去更新 好 更新优等内容更新 没问题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更新优等内容 来更新 对吧 我们这个优等内容 已经获取出来了 就修改机变形式 要更新这个优等内容 来更新 那修改密码呢 有可能就更新密码来更新 对吧 我们之前 机变解释的也说过 修改密码 我们要更新密码来更新 如果老的NIO忘了 那我们就不让它更新 好 这是条件 对吧 这是条件 然后上面这个呢 是要更新的内容 要更新的内容 我们就用NIO来表示吧 就所有的用NIO来表示 NIO password 如果你不写NIO的话 这个结写个password 会导致这两个参数重名 重名之后 我们就分不出哪个哪个 所以说我们就用一个NIO password 代表这是个新的密码 就是包括NIO NICNAME 新的昵称 对吧 然后NIO Picture 新的头像 NIO City 新的城市 就这几个 对吧 好 把这个函数输入出去 然后写上注释 那这个参数比较多啊 那我们注释就回起来写吧 第一个注释叫 类型object 要修改的内容 然后我们把这个 给它靠一下 放在这儿来 object 查询条件 把这个给它放在这儿来 好 这个就是应该能说明白了 我们可以再加一个 这个东西吧 就应该能说明白 就是第一个是一个对象 然后它需要这么多属性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对象 然后它需要这么多属性 它的这个描述也都在这儿有了 加一个函数描述 更新用户信息 这是我们定义的函数 还没定义完对吧 还缺个括号 这两个都是参数 这两个都是参数 所以我们这个参数比较长 然后这个函数的这个图号呢 我们就给它换行了 这样我们继续往下写 然后第一个呢 要拼接修改内容 就是我们把这些给它拼接起来 对吧 第二个呢 要拼接查询条件 第三个呢 就是执行修改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不对 OK 那我们就按照看一下 我们先定一个叫 update data 先复制顾对象 就是用来拼接修改内容 然后if 比如说new password 然后update data.password 复制成new password 这个过程比较重复啊 我们就直接考一下 如果是nickname怎么样 如果是picture new picture怎么样 如果new city怎么样 然后这个地方 如果是nickname 那我们要修改的就是什么 就是这样 这个大家应该能看懂啊 如果是有新的nickname 然后我们的nickname 应该复制成什么 有新的picture 然后我们的picture 应该复制成什么 有新的city 我们的face应该复制成什么 那这个password的nickname picture city 这些我们应该和我们的db里面 的model里面的这个 就我们的属性的名字 要对应起来啊 好 查询条件也一样啊 我们先定一个查询条件 where data 好 这怎么让我们可以 先把new的内容也写上 因为查询条件 它一般情况下 必须有一个new的内容 要不然的话 它就没法更新用风信息了 对吧 所以说new的内容 是一个比较 一个必要的查询条件 然后至于说password 有没有 那我们就判断一下 有的话 回到data .password 复制成password 这就是那个产品条件 上面是修改内容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 执行修改就行了 好 按照惯例 without 先定一个 然后wait user.update 通过update 我们可以修改数据 对吧 然后修改的时候呢 也是第一个参数 我们要传一个什么update data 就是我们修改的内容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上面定义的这个内容 然后第二个参数 我们要传一个什么呢 第二个参数我们要传一个 ware ware是什么呢 就是waredata 就看一条件 通过上边这一整理 我们下边的修改的这个语句 就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return一个什么呢 results0 return的反馈性的数组 我们通过results0 来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大于0 就是如果修改成功的话 它这个东西应该是个1 就是修改的行数是1 如果是1 肯定是大于0的嘛 如果是修改失败的话 它应该是0 然后0不大于0 就是说 通过出国force来判断它 修改的是成功和失败 然后这个呢 应该是对应的一个什么 修改的行数 看看修改的行数 是不是大于0就好了 OK 定义完之后 我们在controller 我们可以去把它引用一下 在上面引用一下 也比较多了 我们就换个行 换个行 就看得清楚一些 好 这样很清楚一些 对吧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update的user 放在下面来引用一下 修改个人信息 然后这个地方 也是 定一个result 复制成 wait 一步的 对吧 修改个人信息 然后传入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什么 我们就直接换上写 换上写来看得清楚一些 第一个参数是修改内容 第二个参数是 就是查语条件对吧 那第二个参数比较简单 就是user name 修改机平行 我们就user name 做查语条件 那第一个参数呢 就比较麻烦一些 那第一个参数呢 我们说过 全部都是在new开始的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看一下 需要修改的是什么 new name 等于 link name 然后new city 等于 city 然后new picture 等于 picture ok 这就成功了 对吧 这就执行这个函数了 执行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如果 如果有的成功的话 那就执行成功 对吧 执行成功 那我们就需要干嘛呢 我们需要把session给改一下 就改完基本信息之后 session肯定要改一下 用object assign去改一下 ctx.session.new the info 把这个改一下 那改成什么呢 就是改成我们当前的一个数据吧 对吧 那你更新的是更新 link name 我们的bin city 更新picture 对吧 我们的session也要改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执行成功之后 我们就要把这个session的这几项更新一下 然后最后返回一个什么 new success model 这样就行了 这就是执行成功的返回 好 那失败呢 然后new error model 对吧 error model里面要传一个错误信息过去 那我们再去找一下错误信息 修改基本信息失败 我们用这个吧 tangerinfer fileinfer 好 那这个没有引用 对吧 OK 好 引用过来之后保存 好 这就是修改基本信息 修改基本信息 这个我们看一下路由里面 还没有开始写 所以我们在路由里面还要引用一下 一层一层的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换一下行 再马上尽量美观一些 尽量易读一些 尽量简单一些 不管是从代码的形式上 还是从代码的格式上 都要简单一些 OK tangerinfer 然后我们看一下 按照惯例 很简单就是我们直接去 ctx.foldi fileinfer trangeinfer 然后把需要的参数传过去 那需要哪些参数呢 第一个是需要ctx 第二个呢 是需要一个 整个的一个参数 有name citypicture 那我们就把ctx传过去 然后那个name citypicture 其实跟这个结构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直接这么考过来 就传过去就行 OK 这就是我们的修改机理信息 我们先去运 看看 不必报错 好 小心一下 这是李四对吧 李四我们可以看一下 李四 尼称我们写一个汉字 然后城市写一个北京 然后头像呢 我们可以 随便传一个头像吧 这个黄色的头像吧 小花质 好 这个时候我们点保存 我们看一下 fileinfer 修改成功 我们看一下返回 返回是Ironab等0了 Ironab等0肯定修改成功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地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里面 再看一下李四 尼称改了 然后picture 这个也改了 对吧 北京也改了 OK 那就是说明修改 基本信息确实已经成功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刷新一下 应该也出来了 对吧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再怎么刷新 它这个基本信息 也已经显示出来了 就是说 证明我们的这个修改基本信息 这一块是已经OK 差不多了 好 关掉服务 我看一下我们的改动 大体看一眼 不用看太细 大体看一眼就能看出 这个一颗红色 这个红色就说明是什么 看一下这是哪个文件 说明是有空 有controller里面 说明是这个地方有空格 空格是在gate里面 在带马里面 我们是不喜欢的 所以我们就转到改一下 就是controller里面 我们看一下 在这儿 你看这儿是一个空格 对吧 我们删掉 然后再往下看 这样快速快 我能发现一些很明显的 比较显而易见的问题 OK没问题了 没问题之后 我们就直接 Add Commate 修改基本信息 APR OK Pose一下 好 这样的话 修改基本信息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应该就是修改密码 和推出登录